今天弗莱戒严国立刻就去 什么牵挂也没有 那你就真走了 你不能说是阿弥陀佛 等等我还有事情没处理完 阿弥陀佛不会等你 他就走了 你的机会就射掉了 若无如是微妙法门 凡夫何能度此 生死夜海而登平安 这是念老啊 无限的感叹 提醒我们 如果没有这个法门 就是幸免殖民 往生进土 这个法门 可以说 莫发众生 不可能有一个人 能够在一生当中超越 生死轮回 为什么这样说法 因为 八万四千法门 都市 是要消业障的 没有待业的 六道 是见思烦恼 变现出来的 见思烦恼断了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六道确实 像一场悟梦一样 见思烦恼断了 就从梦中醒过来了 这是佛在经上常说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它不是真的呀 那佛经里面说的 很多 你细心去观察 静如 佛书 佛讲的一点都做 我们 在这个世界 不知道有多少次的轮回了 这说不清啊 习气太重了 时间太长了 佛格我们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想断 断不了 啊 间接上的错误 执着这个肉身 当作自己 啊 为这个身体 身体不顺活 为他 搞自私自利 啊 搞明文立养 你看 为这身 三寸不烂的舌头 啊 他要品尝 无味 你说 为他造多少罪业 啊 吃东西 吃到喉咙一下 就没有味道了 就不知道了 啊 贪图口味 就为这三寸舌头啊 这一身造多少业 这不是我 是几个人觉悟 这身体这个幻象 是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 迷的时候 他造业 觉悟的时候 他修极功德 啊 我们都好好的利用 这个工具 不让他造罪业 啊 要让他 帮助我们 化解 愿意 消除 障碍 那就对了 佛门里面 祖师大德 教导我们 借假修真 这身体是假的 得借他了 来修真的 啊 真 是真心 真心不生不灭 那才是自己 所以总得认清楚 认不清楚 迷惑吗 啊 那么这一门 他的好处 是待业往生 啊 无时接以来 这些烦恼习气 可以带着走 但是他有条件 带过去的 不带现行 啊 过去所造的罪业 能带去 啊 什么是过去呢 昨天造的 都是过去了 能带去 今天再造 不行 我们要求往生 昨天造的罪业 可以忏悔 我今天改过自信 今天念佛能不能往生 肯定能往生 啊 那什么不能往生 今天还在造 那就没法子了 啊 你看这个法门多殊胜啊 啊 昨天带的都 都能 都行啊 啊 就怕临命中时还造业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啊 造什么厌 啊 最后一口气 没厌气的时候 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 还有明文念养的 力养的念头 啊 还有哪一个人 对我过不去 我还没报复的念头 这些念头 起来的时候 就不能往生 啊 对家庆眷属的 贪爱 啊 对自己拥有的财富 念念不舍 那就不行了 啊 都要写得干干净净 啊 一尘不染 啊 一丝毫挂爱都没有了 这才能走得了啊 啊 关键在最后的一念 啊 所以因为 这个语言 太殊胜 也太难 难得 啊 佛族教导我们 天天 都做往生想 啊 那么换句话说 天天都要想到 放下 彻底放下 啊 没有任何留念 啊 天天做如是想 啊 今天佛来接应我 立刻就去 立刻就去 什么牵挂也没有 那你就真走了 你不能说是阿弥陀佛 等等 我还有事情没处理完 阿弥陀佛不会等你 啊 他就走了 阿弥陀佛 那你的机会就射掉了 啊 所以这个法门真的是 微妙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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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